主播持續帶大家來關心 在桃園遠雄自貿港區這邊 亞序電腦爆發了短短兩天之內 爆發了七十例的這樣子的一個群聚 那麼可以說規模是非常的大 那麼其中大部分的都是這個 感應的都是這個移工的部分 那麼還包含了七例的這個臺子的員工 那麼原本的進駐在這個桃園機場 設立前進指揮所的指揮官王必勝 那麼也緊急的奉命 緊急轉駐到這個亞序電腦裡頭 來設立這個前進指揮所 並且擔任指揮官 那麼他昨天也在臉書上面說了 整個亞序電腦的疫情 可以說確診不會少 而且又是這樣子的疫情狀況 那麼包括在桃園市長鄭文燦的部分 等一下在稍早舉行這個防疫會議之後 也會緊急的趕到這個亞序電腦這邊 來進行視察 那麼包括整個移工 在裡頭的整個工作的環境 還有包括宿舍的一個環境 來進行視察 那麼預計稍後視察結束之後 也會來進一步的做出說明 那麼從稍早開始 其實包括國軍的化學兵 也已經進駐到這個亞序電腦這邊 來包括像是廠區裡頭的環境 來進行消毒 還有廠區外頭 那麼在包括在道路 周邊的停車場等等 全部的都要來進行環境的傾銷 那麼整個疫情 我們昨天的最新的進展 我們繼續帶大家來看 這個手板的部分 是昨天桃園市政府公佈初步疫調的狀況 為什麼移工的群聚會這麼嚴重的部分 包括在我背後 其實靠近我們這棟 是整個A棟的一個部分 那麼另外還有B棟後面是一個部分 那麼A棟的部分 包括在十樓的時候 是這個移工他們的作業的一個倉庫 另外在B棟的部分 三到四樓也是他們主要的活動的範圍 因此整個A B棟裡頭 除了亞序電腦之外 其實還有另外二十九家的一個廠商 那麼全部都已經啟動了 這個預防性的停工 除了他們工作的場域之外 其實包括在港區內 還有他們的宿舍以及港區外 也有他們的宿舍 那麼住宿的都高達有一兩百人左右 而且他們住宿的這個環境 其實是上下鋪 雖然這個勞動部進一步的去做這個查核 發現其實都符合防疫標準 但是因為移工他們的生活 其實是相對的比較親密的 因此包括在宿舍的部分 可能是他們造成這一次群聚快速擴散的一個 這個環境之一 而除了宿舍之外 包括還有像是他們可能共用餐廳脫口罩吃飯的部分 也可能是另外一個造成這個疫情快速傳播的一個環境之一 因此包括像是工作場域 宿舍等等還有餐廳等等 全部現在都列為紅區 那麼紅區內的包括所有的員工 還有其他的人 全部現在都必須被匡列要來進行採檢 而指揮官也說了 其實這個整個疫情對社區來說 可以是非常具有威脅性的 而醫療也發現其實除了這個這個港區的這個場區之外 包括在中和廠還有竹北廠都有員工有跟他們接觸 那麼初步採檢都是陰性 那麼以上是這邊的最新情形 把時間還給棚內